赵飞和赵翔两个是亲兄弟,小的时候两个人就形影不离,经常在村上一起捉鱼,一起爬树,掏鸟窝,关系非常好。 两兄弟的夫妻在他们三岁的时候就因为心肌梗塞离开了他们兄弟俩。 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他们两个兄弟抚养成人,非常的辛苦。 经常半夜的时候一起发烧,他母亲又没有力气抱两个孩子,都是让邻居的大伯把两个孩子送去的医院。 后来他们两个念到初中就不上学了,因为两个人的成绩都不好,再加上家庭比较困难。 所以两个人就决定下学帮助母亲减轻一点生活压力,不让母亲每天这么辛苦拼命地为他挣钱了。 一开始和母亲商量不上学的时候,母亲死活都不同意。 母亲觉得再苦再累也要把学业上完,否则到社会上也是没有用的。 这个社会没有学问,没有知识,只有在工地上做着最累最苦最脏的活。 可是两兄弟根本就不在意,胳膊拗不过大腿,两兄弟就下学了。 下学后两兄弟就跟着他们的一个远房表哥去外地, 找了一份垃圾站的工作,每天靠搬运垃圾,清理完垃圾为生。 虽然那个活又脏又累,不受别人再见,可每个月的报酬很高, 两兄弟也能得到钱,所以就一直干了下去。 每个月也都会给母亲打钱。 几年后,两个人在外地都谈了女朋友,谈的对象也都是非常贤惠的女孩。 不嫌弃他们家求,这让两兄弟的母亲感到非常的开心。 后来在那里工作了十年,两兄弟觉得人不能忘本, 所以就带着女朋友回了老家, 并且用自己的辛苦打拼赚的钱,在老家盖建了一个房子。 由于在老家发展的比较好, 所以两兄弟很快就找到了工作。 工作找到后,两人也就陆续的结婚了, 婚后不久,赵飞就有了孩子。 而赵祥一直没有, 到医院检查时才发现原来是生育能力的问题, 需要很多钱治疗才生孩子。 可是眼下又刚结婚根本没钱, 所以这个事情耽误了。 赵飞的孩子出生后没多久, 赵飞就因为在一次工作中失误, 被机器砸中了腹部, 导致当场死亡。 赵飞的死亡让一家人恕不及防, 悲痛欲绝。 赵飞的老婆也在家哭了将近一个月才慢慢地走出来。 日子就这样安稳地过着,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, 赵祥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, 一辈子都没有孩子。 赵祥又经常照顾大嫂, 让她的老婆看得非常不开心, 觉得两个人有一腿。 这二十年经常吵架, 最后导致两个人离婚了。 离婚后, 赵祥和大嫂居住, 很不方便, 于是打算出去租房子。 大嫂拦住了她, 这个勇敢的女人说, 你是我丈夫的弟弟, 也就是我弟弟。 屋子里有三件, 你还住东屋, 我还住西屋。 我们不是夫妻, 我们是一家人。 至于别人怎么说, 谁她说去。 所谓家和万事心,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过得幸福, 永远都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说, 因为我们要活出自己, 活出个样子来让别人看。